为了应对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仇爱心理及偏见的升级 加州众议员周本纳表示 对于很多亚裔美国人来说 他们遭受到口头和身体攻击以及骚扰 因为冠状病毒是在中国武汉首次发现 并且被称之为中国病毒 针对特朗普公开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的事件 各级民选官员纷纷表达了反对的态度 坚决反对种族仇限在社区滋掌 呼吁并且倡导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病毒的入侵 周本纳表示 当新冠病毒被称之为中国病毒的时候 他很担心 他解释说 发表这种言论会煽动对于亚裔同胞的种族主义 以及仇爱的暴力行为 这个必须加以解决 如果亚裔要压制新冠病毒的扩散 亚裔必须要共同努力 天下为时片辑报道